实体作品即将发售20分之四 你想知道香港出生的女优惠丽奈 惠丽奈表现如何吗 这很重要 其实女优漂不漂亮 能不能干 甚至性格好不好 对片商没那么重要 作品卖不卖的出去才是重点 上次的文章我说惠丽奈 惠丽奈在翻炸的三月销售排行榜 只有81名不顺特别出色 但我也说Forey No Star 销售管道很多 以惠丽奈作品发表时 官网瘫痪以及香港影迷的热情反应来看 销售肯定不会差 那惠丽奈的销售究竟如何 有没有数字出来 根据经纪人制片商收到的消息 惠丽奈的出道做工在海外 就出货了2000只实体作品 还记得之前业界给的资料是 女优只要能卖出1000片就算大卖 所以惠丽奈这只作品超级卖 所以双方谈判续约的过程很顺利 经纪人认为再签两只作品没问题 谈完了 还没收到通知 我比较乐观 觉得可以一举拍到6只作品 身为女优 惠丽奈应该要感谢每个支持自己 在各个管道付费购买作品的营迷 但也因为身为女优 她应该要想尽办法把买器维持下去 我知道她对网路上有些看片心得不太开心 也自然不会减肥 我觉得做自己很好 但也希望她能分辨哪些人是在酸哪些人是真心给建议 而VG向来是出入江湖天下无敌 再入江湖寸步难行的杀戮战场 如果灰丽奈的目标是一面维持拍片一面 争取与其他厂商的商业合作 那肯定要好好表现 越来越进步